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讲《相关庄严论》是比较难懂吧 现在我们讲剑道和修道的所段 就是讲定价心当中的 三十六种分别 三十六种所段 这三十六种所段我们在闻思的过程当中 可能大家要专注不然比较难懂 我担心很多人可能坐飞机也是一种享受吧 大物质 所以机票比较便宜 下面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分别 实际上是有所取分别和能取分别 今天我们讲前面所取分别的略说有九种 那么今天先讲能取分别也是有九种 在这里面讲一个他的略说和他的理由 昨天我们前面的另一堂课当中所取分别有九种 为什么有九种呢 他前面说了 非如其境意 也就是说他所执著的这些对境 实际上是不符合实际的规律 它完全是一种非力作业 所以他要取掉 它就是边际分别 我们今天讲到菩提侧罗的能取分别 能取分别略说它的本体和边际的理由 分两个方面来讲 首先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法尊法师有时候翻译也可以吧 意思就是说 能取分别 大家都知道首先能取和所取 可能刚开始学佛的很多道友不一定特别明白 什么是能取 什么是所取呢 其实我们执著外境的过程当中 从对境的层面来讲 讲分别念的部分叫所取分别 执著外境的过程当中有境 也就是说我们从心识侧面的这种执著 或者分别叫能取分别 比如说好像在麦彭仁波切的 《中观众严论》和《居士论》都有不同的解释方法 那么就像我们镜子里面显现山和大地 从镜子里面显现山和大地的比喻来讲 其实镜子里面显现影像 但这个影像有两部分 一部分关于镜子方面的一个现象 这个叫做能取分别念 索取的话 从镜子里面显现的山的影子 也就是说对境的侧面 虽然镜子里面没有两样 但是从侧面来分 从翻体来分 一个是镜子的侧面 一个是对境的侧面 有两个部分可以分 心里也可以分 同样的能取和索取的话 一个是从对境方面叫索取分别念 然后从有境方面 从心识方面叫能取分别念 那这样的话 昨天我们前面说 索取各分九种 这个理由刚才前面讲了 那么现在能取也是有九种 那么这个九种是怎么分的呢 是不是南宗这边老了一点啊 师父 今天让他们多哄一下啊 对吧 红 是不是 什么叫做红 脸也要红 名声也要红起来的叫红 这样的 我们下面开始接着讲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能取分别念 能取分别念实际上是怎么样分的呢 那是从人的角度 从菩提借乐的角度来分的 那么菩提借乐有两种 有一种现量证悟 一切万法的真相这么一个圣者 还有没有现量证悟 一切万法 也可以说是人无恶的这么一个菩提借乐 这个叫做凡夫一生 也叫做一生 根据一生和圣者的不同 他们执着别的人的时候分有情 比如说凡夫执着有情的时候有石油的执着 这叫做石油能取 而圣者执着有情的时候他没有石油的执着 因为他已经限量证悟了一切万法 这样之后他有加油的分别 加力的分别 所以能取也可以分为 有一个叫做加油的能取分别 有一个叫做石油的能取分别 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显现上 可能是没有完全证悟一切万法的真相 这个时候我们看在哪一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是石油存在的 那么这种念头叫做石油的分别量 如果我们这里有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在这里 他看到我们这些人的时候 就觉得我们这些都是无因加合的 没有什么真实的分别 那他的这种分别叫做什么呢 就是加油分别 所以在这里本来加油分别非常多的 石油分别非常多的 凡夫人的念头没有用尽之前 我们的分别念也是就像《能取经》里面所讲的一样 无法穷尽的 但是归纳起来从总体上分的话 凡夫的石油分别念也可以分为九种 然后圣者的加油分别也可以分为九种 这两个不同它可以分为九种 那么这样他这里也说了 说是彼各有九心的话石油的分别念也有九个心 九种的意思 然后加油的分别念也就是说圣者的加油分别念 也是总共有九种心 这个实际上大家应该知道作为一个凡夫人 他没有证悟万法这样所有的分别念都是实有的 如果我们按照《入中论》当中所讲的那样 用气象推力来进行破析的时候最后也是完全明白 或者是证悟人物 证悟人物的时候那种分别实际上是加油分别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加行道和资粮道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分别呢 也有一些分别 但是这种分别实际上是属于石油分别当中 因此在这里根据加油和石油的分别念要讲的时候 根据中观这些人无恶和法无恶的抉择 抉择之后才知道哪些是有真实的分别 哪些是有加油的分别 当前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自相续当中有深厚的烦恼 这样一来我们虽然通过一些理论来了知万法的空性 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很彻底的 因此属于石油分别当中 因此我们这里刚才讲到了每一个都有 凡夫有九种石油分别念 然后甚至有九种加油分别念意思就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他们有加油和石油的分别念呢 下面第二个科判顶中讲边际的理由 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说 若所取证若彼之为谁行 若是彼之著自行空为相 讲这个道理也就是说 不管是在剑道部分还是在修道部分 尤其是在这里讲的剑道部分 那剑道部分的时候 刚才不同的圣者和不同的菩提皆乐 他们都有不同的边际的 要锁断的 要断除的分别念 为什么它是锁断呢 为什么它要排除呢 为什么这样呢 这个原因讲了 也就是说 若所取证若 好像赞文的颂词我没有对的赞文的 但这里好像有个复顶词好一点 讲义里面有 不知道颂词里面是法尊法师的颂词 也是这样吧 原来冷海上师也有一个显广庄论的 比较很难懂的颂词 但是这个可能不如法尊的一栋吧 麦彭仁波琪那个里面怎么我忘了 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他叫做他是要正义 他要排除呢 因为他如果这样的执著 我们下面会讲 家有分别和食有分别 九个九个都会讲 如果不管是凡夫也好 圣者也好 他们所执著的这些法 若所取证若 如果他所取的这些证若是真正在 实际上按照他的执著那样存在的话 他可以叫做一个真实的法 但是实际上是 你这样执著 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不成立的 既然不成立的话 你必知未识心 既然你所执著那样在本地上 或者对境上不存在的话 那你执著有什么用呢 你以为对谁执著呢 因为你所执著的对境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比如说 我要执著食女的儿子 我认为他是存在 我去执著 但结果食女的儿子在本地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那根本不存在的话 那么执著食女儿子的心识 诱精 这个也就是说 逼知未识心 执著他的心识到底是什么 他肯定是不合理的 他也是假的 所以我们室有执著也好 家有执著也好 应该是他要所断的 如果他真正存在的话 都是我们这样去执著也是可以的 如是必执著 自行空为相 所以这样的执著 也就是说 完全不符合对境的这么一个执著 那么我们可以说 这种执著的他的自行 要么说是空的 不存在的 他这个空不是一个很好的意思吧 意思就是说 这样的执著 完全是虚无的 空的 没有真实的 那这样的执著作为圣者 在修道过程当中和剑道过程当中 应该该断除的 因为他不符合对境 不符合万法的真理 那这样去执著又怎么合理呢 肯定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这个理由很简单的 因为对境不存在 对境不存在的原因就是 他有境的心识不存在 既然不存在 我们去执著它 那这是不合理的 颠倒的 它是正义的 它是非法的 它是缩断的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所以这是大家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知道 今天我们讲的一般相关专论当中稍微可能比较 好 如果你再多听几次可能没有什么 但是刚刚开始听的时候我们感觉有点陌生 刚开始好像分不清楚这几个有三十六种分别 刚才讲了所取方面有九种九种分别量 总共十八种分别量能取分别也有九种九种 总共有十八个这样的话这两个加起来有三十六种分别 但三十六种分别实际上是我们在剑道当中把它要断除 所以我们学了现观专业论有什么用呢 学现观专业论的时候实际上是真正它能解释波罗波罗蜜多 我们要想学习《能言经》 学习《金刚经》的时候 你如果懂得了现观专业论的时候 很多话不是重复的很多话在哪些情况下是空的 哪些情况下是不空的哪些执著在什么阶段需要断除 哪些执著是什么阶段不能断除的 这个问题分得非常清楚 下面我们讲刚才的光说比之分类 这些课判还是很重要的 它的分类我们前面不是讲了所取分别吧 所取分别这里有两个光说一个是光说趋入所取分别 总共有九个第二个是光说舍弃所取分别 它也有九个这样的话这两个课判 总共有十八个所取分别第三个光说是有能取分别 这是我们刚刚今天的略所里面讲的 是有能取分别有八个不是八个 九个九个 我刚才说错了没有没错啊 我也想不会错的开始说八个 开始说八个是指的是八吉祥 然后第二个 第四个吧光说加油能取啊 这也是有九个 九个 九个对吧 这样的话这几个课判很重要 因为它的分法有点不同 一般我们讲前面是比如说所取分别的略所和光说 但这里两个略所就放在前面 下面两个所取和能取的光说再开始进行展开 所以它的科判分法跟其他的有点不同 首先讲的是所取分别 所取分别分为一个叫做趋入所取分别 还有一个舍弃所取分别这是我们上一节课讲的 第一个是趋入所取分别 它可以用分个方面吧 即 道 果 还有它的舍异分三个方面也可以 首先它的即和道方面分的话 颂词当中是自行即中心 道即正成就 知所缘无乱 所知平能知 有一个颂词这个可以分开讲 第一个是从即到果方面如果从即方面分 实际上是所取分别 所取分别当中有一个叫做趋入分别 还有一个叫做舍弃分别 不知道我上一节课讲的 我们在座的记者没有 什么叫做趋入所取分别呢 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应该趋入的 应该接受的 应该我们拿来用的 这样的分别叫做趋入分别 什么是舍弃分别呢 这是学习大乘佛法当中应该舍弃的 抛弃的 这种分别人叫做舍弃分别 那这样首先我们讲趋入分别 趋入分别它可以分为九种 分为九种的话 其中前面的两个是关于几方面来分的 按照五八糊糊的分法 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好的 它是基道果当中不同的阶段来分的 如果从几方面来分的话 自信和忠信两个也就是说 我们基道果舍舍的所有这些万法 本体是在生意地当中空性的 但是它是极其难以证悟的 这就是它的自信 你看颂词当中所谓的自信 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就会讲 啊 基道果的一切万法都是本来生意当中空性的 但是它证悟起来并不是很容易的 这么一个本性的分别念的话 这就是叫做什么呢 趋入分别 第一个趋入分别 但是到见到的时候这样的想法也要断除的意思 到见到的时候这样的想法也要断除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讲到忠信 刚才一切生意地的空性 依靠什么样的因缘来证悟呢 其实需要大乘的佛心 大乘的忠信 如果它是一个小乘或者说它是一个其他的 但是除了小乘以外可能暂时不能承受的 所谓没有成就的佛心那样的众生 那那样的话没办法证悟的 所以说需要一个忠信 需要什么忠信呢 就是真正能发无上菩提心的能度化无量众生的 能接受大乘空性和方便三桥的这么一个忠信 这个叫做什么呢 你如果这样认为那种分别 觉得说我是大乘忠信的 修这个法需要大乘忠信的话 本来暂时名言当中是合理的 但是我们见到修行过程当中 我要拍下来了 拍下来的时候它有个翻译往旁看了一下 然后又跑 这样的 懂得了吧 什么叫做自信 自信就是难以承误的自信 什么是忠信呢 执著为大乘忠信 名言当中本来是合理的 但是在见到的时候它是缩短的边际 这个应该清楚 下面从道方面也可以分 道的本体来分的话 也可以说道极正成就 其实大乘的剑道 修道 这些是真正成就菩提的因 你要获得阿鲁多罗三明山菩提 这个前面一定是要经过大乘的剑道和修道 本来是合理的 但是我们去执著它的话 其实这样的执著也要断除的它是取入分别的 它第三个是取入分别的 这个知道的 下面说是知愿无乱还有所断和所持平 也就是说当你所缘无错乱是什么呢 修行大乘佛法 大乘道的时候 它大乘道的所缘是什么呢 一切万法都是如梦如幻 如刨银一样 显而无自行的 这就是我们所缘取的对境 所缘取的这样对境 实际上这是无错妙 无错乱的一种所缘 但是这种执著 这种分别 到最后也是不常理的 所以它叫做所缘方面的一个趋入分别 你觉得一切万法是显而无自行的 显空无别 或者明空无二 这样的道要修下去的话 这种分别也要断除的 这是第四个吧 还有所缘的特点 你知道了有些比如说贪嗔 或者嫉妒 烦恼症 这些知道所缘的过患以后 你要想断除它 我相续当中的嗔恨很严重 我要断除 我相续当中的贪心很严重 我相续当中的嫉妒心很严重 今天出现几个法师的话 心里不舒服 这是大乘所缘 因为众生的分别念是各种各样的 很难说 有些人看到我们极乐法师很舒服 很感觉 有少数人自己心里不舒服 有可能性 这个也是所缘 知道以后 但是这种分别 你到了见地的时候 你要断除 这叫做违平 也是我们的所缘 了知有些功德 或者说是智慧 就是要断除这样的贪嗔症的话 一定要需要人物和法无物的智慧 这样认为只有人物和法无物的空性智慧才能断除的 这样的分别念叫做什么呢 就是能知能智的趋入分别 这是第六个吧 下面还有三个 刚才前面是鸡方面有两个 刀方面有大概四个吧 然后果方面有三个 果方面实际上 首先是内证作用毕业所造果 意思就是说 首先内证依靠我们的修行 其实它是一种智力 依靠个别自证自己真正能现前智慧 你自己认为依靠个别自证现前自我内心的证悟 这个名言当中是非常合理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证悟的话 到最后一定会需要一种现前菩提的智慧 今所有知和如所有知的内证很需要的 但是你要去这样分别的话这也是一种趋入分别 这是果方面的第一个 然后还有两个作用 它这里作用实际上是不诸寂灭的变 因为远离了声闻和远觉的道 而且完全是想利益众生的 这样的一种分别念 在我们现前果位的时候 实际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的作用远离了自私自利的 声闻远觉的寂灭的状态 而是真正呈现什么呢 呈现以奢生来利益众生的 但是这个名言当中是合理的 到最究竟来讲实际上它也是不合理的 这叫作作用 有时候把作用和后面的这两个分开 前面的能知和所知一起的 有这么一个好像门弗仁波及讲义当中 应该有这样的我忘了很早以前看的 这是讲作用 那么最后一个第九个实际上它是不诸油边 其实油 米这些都是没有佛教的基本的一些 专用名词的学习的话很多人的确也不懂 但是不懂也是很好 因为有些人很傲慢 自己好像读过什么大学 看过什么书 然后给他多讲一下一些 因名和中观和居士的这些专用名词 来让他弄得糊里糊涂 这样自然而然摧毁他相续当中的 如须弥山那样高的傲慢 然后傲慢性没有的话他愿意磕头 否则一般我们刚开始来的有些学者 有些人好像在身体里面有不锈钢一样 弯都弯不下来 特别傲慢 但是慢慢有摧毁傲慢之后稍微好一点 这样的话 意思就是说第九个在颂词当中讲 毕业所造成 毕业的话实际上是 刚才我们讲了成就福果的事业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是利益众生 这样的利益众生自己现前之后 利益众生的事业他可以创造 这样的话他有些讲义当中讲 我们前面的作用是利他方面讲的 后面的毕业所造过是资利利己方面讲的 这样也可以 实际上你获得了现前菩提果位的时候 从资利方面应该功德圆满的 他所造的果是什么呢 就间接来讲利益众生的 这样的果位实际上这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我们一个菩萨执着这些的话 这也是在本体上不存在的原因 它也是叫做什么呢 趋入分别 因此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九种趋入分别 大家都知道一个是中心 还有一个叫自心 自心和中心两个是几方面来讲的 然后道方面来分四个 果方面来分三个 表面上看到我们学习大乘佛教的时候 这些都是很需要的 不能设置的 但是真正得到见到的智慧的时候 像这些执著也是需要断除的 所以它叫做什么呢 趋入的九种分别 这种分别全是所取的对境方面讲的 我们下面会摄义 如是宣说之摄义 是为专取凭所有九分别 法尊法师说的是专取 我这里说的是取入 实际上取入和专取的意思 下面的分别是摄取 这里接受 取舍 取舍的话 取和舍 所以它这里专取也可以 取入也可以 或者说接受也可以 因此大乘的菩提分实际上是接受的 我们从表面上看来是它是接受的 专取的 取入的 只没有九种分别念 但这些九种分别念 暂时我们可以接受 但到最后真正获得了一地菩萨以上的时候 这些在入定位的时候 全部要一一地断除 因为它在见到的入定智慧当中 绝对是不会存在的 那么这样的原因所有的这些种类方分有九种分别 这是我们专取分别也好 取入分别九种已经讲完了 希望你们如果有其他的讲义对的话 最好好好对一下 原来我们听仙观传论的时候 有一个堪布经常念前面的颂词 我的耳边现在还想起他的声音 那个时候我们需要人很少 不像现在一样的 那个时候是89年的时候 下面刚才讲了不知道你们懂了没有 没有懂也没办法了 下面就是舍弃的索取分别 这个也是从刀 果这方面来分的 它没有《鸡》方面来分 因为要取的话我们的鸡刀锅里面的鸡是没办法取掉的 所以说 刀的微品和果的微品方面来分的 首先 刀方面分的话也是分为这么几种 有多善有寂灭之 固执得下力 无有舍受者 刀向不圆满 由他愿而行 首先第一个我刚才也讲了为什么叫舍弃分别呢 在大乘佛教当中必须要舍弃的 不能讲名言大乘佛教的时候舍弃这些是合理的 但是你认为这样舍弃的分别的话 实际上在剑道的智慧面前也是需要取掉的 所以叫做舍弃所取分别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 堕善有寂灭 固执得下力 一般我们学习大乘佛教的时候强调什么呢 不能堕入善有也就是善界轮回 因为没有智慧的话它经常堕在轮回当中 就是堕入善有这也是一个变 也不能寂靡于声闻缘解一缘的涅槃 而且仅仅是按照小乘的话 它证为一个人物它的智慧是很狭烈的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智慧很狭烈 智慧很狭烈 因为只证为一个当然从凡夫人来讲 他们的智慧很不错的 但是我们从圣者大乘的佛法来讲 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这样一来堕入善有和寂灭的原因 智慧是下力的这种说法本身是合理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它也是一个所取掉的所取分别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你觉得这种小乘的智慧也是很低劣的 不能堕入轮回的变 也不能堕入寂灭的变 因为没有大悲心的话很容易声闻缘觉一样堕入寂灭的变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名言当中本身是合理的 但是到最后菩萨间地位的时候需要取掉的 因此它是第一个所取分别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说 无有摄受者也就是说 修道过程当中在小乘来讲 没有像大乘那样具有菩提心的外善知识 也没有像大乘那样内在三桥方便的智慧 愿一切众生的大悲心这样的内善知识 这样认为的不具备内善知识和外善知识的分别 本来小乘当中确实也是没有的 这种说法是合理的 但是你在学习大乘过程当中就觉得 这些小乘没有内善知识 没有外善知识 我们大乘才有的话 这也是所摄掉的所取分别 这是第二个所取分别 第三个所取分别你如果认为 是小乘的道是不圆满的 它这里道向不圆满 为什么呢 因为在小乘的论典当中 只能觉着人物的空性 就是断除烦恼障的 证悟死地的 而所知识的这些 包括三十二种争议的这些法 都没有宣假 连所知识的名称都是在《小乘》和《俱事论》当中 都是没有提到的这样的想法和这样的分别念 实际上也是需要所取的分别 这是道向不圆满的第三个所取分别念 然后还有犹他缘 因为小乘的一些作用也是比较下列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到最后有者的时候 还是需要比如说一些声闻缘解 尤其是声闻他需要佛陀的知识 善知识的开导也是依靠这样的 像一般大乘的 利根的 尤其是密宗的这些学者 到最后成就的时候不需要这样的 自己开悟的也有 但是小乘当中是没有的 依靠他缘而开悟的 所以你认为这是一种下列的 或者他们的法门不殊胜 他们的修行不圆满 这样的想法也是在这里所取掉的 所以从道的差别方面也可以这么讲 这是第四个 舍弃所取分别 刚才趋入所取分别和舍弃所取分别 大家应该要分得清楚 因为所取分别它都是针对于 小乘的这些法是不合理的 要去掉的这种想法 刚才前面的都是可以接受的 应该要用的这种想法 都是到最后的时候都要去掉 所以我们学相关照论的时候 有时候经常说好的也要破掉 不好的也要破掉 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方法 学了之后大家都应该知道 它在果方面也有这样的 所谓义颠倒 稍分集种种 欲诸心欲目 基于水形象 从总的来讲因为小乘不具备真大 断大 心大 我们前观照论前面讲的三大 就是善道的这样的目标和果位没有的 那这样的话它的所谓的意义实际上颠倒的 因为它自获得了一种临时的 也就是人无恶的智慧 还要断除烦恼的一种所断和 他这样所得来的无生和精致的智慧 所以他的果位颠倒分别 认为小乘是不究竟的 他没有善打 这样的分别本来是合理的 但是这也是一种舍弃所取分别 这是第五种吧 第五种 稍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如果认为小乘的所断方面很下劣 也就是说它只能断除烦恼障 而没有很好地断除其他的障碍 这是稍分 我们这样认为这个是第六个 也就是说它是舍弃所取分别 第七个如果你因为小乘它只证为一个人物 或者是证悟一个死地 所以它的证悟是种种的 它证悟种种有几种说法 有一些说法 比如说小乘的果位 它有依赖国 无奈国 还有阿罗汉 阿罗汉当中有些阿罗汉不退市的 有些阿罗汉是退市的 所以它的证悟还是各种各样的 又层次不起的 大乘的证悟从来也是不会退转的 所以说它的证悟不是种种的 它是最后一心的一种证悟 最高的一种智商的证悟 而小乘的所断也是少分的 部分都断了 还有全部没有断的 它的证悟也是各种各样的 也有退市的危险和可能性 这样认为分别的话这也是所短的 所取分别 然后讲的诸语心愚昧 是不是下大语 听得懂不 薄热 醒来的居士听得懂吗 行观主要论 这个很好 我最喜欢听不懂的这些法 下面就是讲愚住心愚昧 意思就是说可能讲以上稍微可能要改一下 因为它的作用下了 我们觉得小乘的有些修行的作用比较下了 为什么呢 它没有本性生啊 因为本性生什么呢 断除所知障的本性生没有 所以导致它的行为 包括它所住的境界都是愚昧的 这么想 比如说住于大乘也好 住于佛制都是 就是因为它没有获得本性生 没有断除所知障 那这样小乘一般的所住和所行都带有愚昧的 这样认为这也是一个所断 这也是一个所舍弃的所取分别 然后第九个 最后一个是欲于随行 欲随行因为没有获得法无恶的证悟的智慧 这个法身 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样的原因小乘声闻缘觉他自己的果得到以后 还要进行趋入大乘的 他这里欲于随行相 欲于随行相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还没有证悟法身 也没有断除最细微的障碍 那这样一来他获得了小乘自己的果位以后 还要再进一步的 就像《妙花莲花经》和《顶界宝藏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最后菩萨劝起了他获得了阿罗汉果位以后 还要从资粮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进行趋入大乘道 这样一来他究竟的果位也不究竟 所以欲于随行相还要随着大乘的道加入大乘 加入大乘 这结果全部都是对小乘一种排斥或者舍弃的这么一个分别 全是从对境方面讲的 然后后面讲他的舍异 九种分别提醒是所推幻品声闻等性起 那么这以上有九种分别 那九种分别也就是说它是退幻 退幻是舍弃的意思 也就是说退出 需要在修行大乘佛法的过程当中 需要舍弃的 需要放弃的所取分别 那这些所取分别是谁的心里面产生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声闻缘觉 还有我们在座的具有自私自利的心当中会生起的 真正大乘的菩萨他看着这些是不合理的 但是他最后到了见地的时候 像这样的念头也要放弃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大乘见到的这些境界 其实好的执著和不好的执著都要从所取的角度来讲 也是分别 也是断除的所有好的执著和不好的执著都要断除 好的执著是什么呢就是我要修大乘佛法 刚才基督过方面的这些也要断掉 不好的是什么呢 我们大乘佛法是很好的 但是小乘哪些地方都不足的 比如说他的智慧不足 他的能力不足 他的所断不圆满 他的道不圆满 依靠太缘等等 这样一系列的想法到最后的时候都要断掉 所以要说明这样 下面还继续讲 今天还是很好的 好像我越有精神 你们有些人是越疲劳 下面讲的所取分别 就是讲所取分别 你们不要发出声音啊 我看到有些新来的居士一直玩手机 但是他从来没有听过法也是理解的 但是最好不要影响僧众啊 你要玩的话就悄悄地玩 不然你没办法了 我也不强迫你 不过听大乘佛法书记也不太好 下面讲对凡夫的食有分别 分为叶色分三个分别它是广素 那么我们今天讲所取分别 不是 食有能趣和加油能趣 下面讲的是九种食有能趣分别九种 那么首先讲的所取己所舍作以欲稀释 所作以善解 讲这个 第一个食有能趣 实际上这些食有能趣它全是执著一个菩提迦乐 下面所有的食有能趣分别你们要知道 他所执著的对境都是一个人 不是对其他法也不是执著的住之 瓶子 也并不是执著的刀 果 机这样的法 它全是针对人 针对菩提迦乐 那么这样首先第一个所取己所舍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些众生 他所接受的旁生 人 这样的 然后这个时候所舍弃了他以前的人道 或者其他的身份 那么这样这个菩提迦乐有一种室友的感觉 比如说你觉得某某人原来是牛 然后他把这个过程抛弃了 抛弃过后现在就变成人 那么我们认为这样的众生 他原来舍弃了一个去 现在接受了一个去 这样的菩提迦乐是谁有的存在 这个是一个分别量 这个或者说他某个功德已经接受了 而某个过失他也抛弃了 在这里所取己所舍 有些功德取了 有些过失他抛弃了 这样的一个人存在的话 这种分别量我们在这里叫做室友分别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费力主义 也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菩提迦乐 他为什么在三界当中一会儿变人 一会儿变牛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他相续当中有个费力作业 他有贪嗔痴等等 他相续当中有费力作业的一个因 那么这个因的依靠这是谁呢 就是这个人 所以说轮回当中扭转的 所取所舍的人 他有一个因 他的因是什么呢 费力作业 我们这样认为的话 实际上这就是第二个 室友能取分别 也就是说刚才是所取所舍的一个人存在 这个人的根本的因是什么呢 他有费力作业 这个费力作业来操控一个人 这个是第二个 室友所取分别 懂得了吧 好 下面讲的是 对 还有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他这样的人在三界当中不断地流转 其实跟费力作业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前面是从总得来讲的 这个菩提教了 中间第二个是从他的因的角度讲的 后面这个是从他的果角度讲的 有了这样的费力作业的话 这个人因这个费力作业的关系 在三界当中不断地流转 不断地流转 这个流转者是谁呢 实际上流转者是刚才具有费力作业的人 我们这样认为 比如说默默法师他是在三界 他为什么流转呢 他以前放弃了这个众生 现在接受这个去的话 这个是第一个 室友分别 他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他有费力作业 这个时候我们要对他的费力作业上面执着这个人的时候 这个叫做第二个 室友能取分别 他因为有费力作业的原因不断地在轮回当中这样流转 这个是第三个室友分别的能取 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 这是第三个室友分别的能取 第四个主要是针对比如说声闻 怨觉 对他们的一个执著他们的执著是什么呢 安住我们对声闻怨觉是什么执著呢 声闻怨觉虽然没有像大乘菩萨那样 证悟一切万法空性的 但是他们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他们对色等一切法证悟一个人我的 一个比较相似的空性 我们对声闻怨觉什么样的看法呢 他们虽然没有像闻殊菩萨那么厉害 证悟一切空性的但是比我还强一点 不像我一样天天睡懒觉 听空性的时候都是眼睛都开始透出来了 不像这样的他们好像还是至少也是 色等万法相似的证悟了空性的 但是这样证悟空性的声闻怨觉存在 我相续当中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叫做第四个石油分别 就是石油分别因为我对声闻怨觉 认为他是石油的 他是什么样的石油呢 他跟菩萨差一点比凡夫强一点 他还是正无人我的这么一个人存在 这样执著的话这个是第四个石油能取分别 然后下面是针对大乘的菩提揭露 刚才前面是对凡夫的 其实这个我把火火的科判 我觉得如果相信我们看的时候 跟其他讲义都不同分得还是很细致的 如果我们颂词上真正去理解的时候 特别容易帮助能了解其中的意义 然后下面后面还有五个吧 这五个针对大乘的一些菩提迦罗 还有一些我们获得果位吧 主要是大乘菩提迦罗 还有根机不同的人来分的 首先第一个 执著法于为加利 这是大乘的首先是讲执著 执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获得了一地到七地之间 我们经常讲的不清净七地吧 不清净七地的这些菩萨 虽然他们没有像凡夫那样的石油执著 也没有像声闻缘觉那样的执著 但是他们是什么呢 也是跟其他的佛和清净三地的菩萨比较起来 还是有一些相执著 这里执著 执著两个字 我们对不清净七地的菩萨有这样执著 这个是第五个石油分别论 也就是说 通一地到七地的这些菩萨 他们虽然没有像我们这样执著 但是他们还是对相执著应该存在的 具有相执著的不清净七地的菩萨存在 这样菩萨的执著实际上在这里也是一个石油分别 因为你觉得不清净七地的菩萨是存在的一个石油分别 这是叫做执著 然后法与为加利是针对清净三地 也就是说八地到十地之间的 我们对清净三地的菩萨有什么样会执著呢 他们对万法的一切法虽然不会有石油的执著 就像凡夫和身为一样石油的执著也没有 也没有像不清净七地的这种相执著也是没有的 但是清净三地的菩萨他们对这些法 如虚幻般的有一种加密的执著 所以我们如果觉得清净三地的菩萨 他还是对万法有一种加密的执著 这种菩萨应该存在的清净三地的菩萨存在的话 这是什么呢这是第六个我们需要断除的什么呢 断除的石油能处分别 下面是贪欲集对质 石灰如于心 这个是根据不同而分的 利根者有两个 顿根者有一个 这个讲义当中有一个利根要改为顿根 后面有个利根者不善巧修行方便应该改为顿根者不善巧 他这里前面有贪欲和对质 也就是说 从根基上面来分作为一些利根的菩萨 利根的菩萨他就完全了知了正乳 这样以后他特别精通断除贪欲的所断 这样的菩萨我们认为石油的存在的话 这是第七个石油的能处分别 就认为某某菩萨他是特别根经很好的 他一目了然 什么正乳都通得了 正因为这样他非常精通怎么样断除贪欲 断除贪欲等所断 可能贪欲是指的是标识而已 实际上其他的烦恼他很精通断除贪欲的话 我们觉得这种菩萨的身份是石油存在的话 这是第七个石油分别 那么第八个也是属于利根的菩萨 他如果证悟一切万法是平等性的 那么他特别特别精通 怎么样断除这些烦恼的对治方面 刚才是所断方面特别精通的 现在是对治的智慧方面非常精通的 他稍微有一点翻体不通就安理一个所断 所以弥勒菩萨的善谦我们也不注意的话 一会儿擦肩而过那就没办法了 这样的菩提迦路认为我们分别存在的话 这个菩萨他的智慧很不错的 他在对治方面很精通的这样认为 那这个是第八个石油能取分别 最后一个作为顿根者的菩萨 他对般若波罗密度对治还有所断 这些方面都不是很善巧的 那这样以后很有可能随心所欲地 失毁了他的修行 包括修持六波罗密度 很多方面都是失毁如愈心 他就不能如愿一场 他按照自己的想象那样 刚开始发无上菩提心 最后能断除一切的所断 现前一切的智慧 他不能如愿一场的 因为他是比较顿根的 我们有些道友也刚开始发心很好的 但最后自己顿根的原因 很多发心都不圆满 中间开始自己也核实自己 但是也没办法的 像这种菩萨他因为不善巧 其实真的需要善巧方便 善巧方便没有的话 很多事情都是不能善事善众 我们发心部门的很多人 刚开始发心的时候特别有热情 然后慢慢慢慢今天碰鼻子 明天遇到这个 迷到那个 最后慢慢慢慢 最后自己也开始退缩了 畏缩了 没办法了 最后就开始伤心 失望 这样这也是你看 失慧如云心 如果自己具足善巧方便的话 刚开始他肯定对这件事情观察得非常的细致 这样之后在过程当中遇到一点点的违缘和痛苦 他一定会有应对的方法 应对的措施 但是因为没有 所以有些菩萨他也是因为自己趋入果位的过程当中 没有善巧方便到最后就不能如愿一场 那么我们认为这样的顿根菩萨的相续存在 或者这样顿根菩萨的身份去执著 这也是一个实有的能取分别 就是能取分别 凡是舍门在讲的九种能取分别 都是针对执著菩提甲罗的分别而言的 因此这些 最后的摄意是 彼此摄意当之出能取 也就是说我们所取的这九种九种分别念 总共十八个所取分别前面已经讲完了 能取也是有九种九种十八个分取 其中后面的能取里面的加油的分别念 下一堂课会讲的这个是非常精彩 第一个就是能取的第一个 也就是说是石油的能取九种分别念 我们今天已经给大家讲得非常圆满 已经讲完了本来还想讲 但是遗憾的时间那么快就过了 所以说实在没办法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现在讲完了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